老王剛剛看到的是習近平公開 希望打造東協命運共同體 他事實上是想要突圍 突圍反脫鉤 那反的是老美的封鎖 對我們看到這個習主席 中國最近工作很大嘛 除了他之前在推的這個 所謂左邊這個思路的部分 接下來推了一個這個Recep 然後接下來還要推什麼 推這個所謂東盟 他希望跟他東協這些國家 打造一個命運共同體 這其實他一直在聯合 這個其他的國家來對抗未來 可能中國 可能美國 要跟他做分離的這個動作 因為他必須拉臺非常多的盟友 這是我們習主席 你看到最近他的談話 都一直在跟 不過這些中協國家想清楚 如果他伸出援手 去幫你蓋建設 你後來你跟他借錢 你錢又還不了 那可能到時候只是讓自己在台高足 這是東協命運 要去思考的事情 那另外我們看到媒體 最近很有趣 我們前幾天我們節目 剛剛有提到中國已經脫貧 一堆八百多個線全部脫貧 可是美國美國這個媒體 就打臉他 他說請問你一個問題 你是要生活在中國脫貧 還是你到美國你是不脫貧 我簡單舉個數例 如果你是一個人 單身的話一個人 你一整年的收入 在美國什麼叫貧窮 就是你一個人收入在八萬人民幣以下 八萬四千塊人民幣以下 你叫貧窮 可是在中國定域 一個人連收入在九千以下 叫貧窮 一個是八萬多 一個是九千 也就是說你在美國被人家叫做貧窮 可是你到中國 你是超有錢的 那你到底要哪一個 再來就是如果是一整家家庭的話 大概是十七萬美金 才叫這個貧窮 所以顯然很多 在中國是中國的地方 包括福利政策也比不上這個美國 因為美國如果是一個單親媽媽 帶兩個小孩 他光是領到的福利政策 就有三十萬人民幣 一整年 那相對這個中國是完全比不上 所以你到底要選擇在美國 這個不脫貧 還是要到中國脫貧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另外看一下美國 美國 因為為什麼大家會這麼富裕 因為經濟很碰碰 包括這幾年 這個華爾街持育大漲 尤其像最近的一個傳奇 是特斯拉 特斯拉今年是上演了兩波傳奇 第一波傳奇是在他分拆股票 分拆股票之前 他宣布要分拆的時候 股價拉出一波大漲 後來分拆完了 股價回檔 再殊不知原來是買點啊 因為這個標普500公司 宣布要把它列入成分股 再飆上這個歷史新高價位 各位你要注意 他們執行長現在是賺翻 這個資產已經贏過 貝佐斯了 你可以看到2020Q3 單季 特斯拉就可以賺到0.27塊 過去一整年要賠一塊多 現在單季可以賺0.27 這代表特斯拉的轉股 你可以發現 今年目前特斯拉 已經漲了多少五百八十六個percent 不是五點八六 也不是五十八點六 是五百八十六 這五倍之多了 那你可以仔細看 因為他被列入這個 這個標普五排指數 他權重大概是一個percent 我們如果以一個percent來計算的話 大概喔 這個如果是被動型的外資 必須在他生效之後 強迫要持有至少四百億美金 所以為什麼這一波股市 這個特斯拉會一路大漲 因為大家都等著去卡位 等著這些被動型外資來抬轎 所以這個造成了一邊 這個特斯拉 實在是最近股市 股市非常勇猛 也帶動這個納斯達克 股價來挑戰歷史新高 而且特斯拉這樣的多頭效應 很有可能是二十年前的Apple Apple那個時候開始推出 白色的這個3C的機型 後來推出iPhone之後 一路引領美國科技龍頭 那現在看起來特斯拉 可能在電動車的供應鏈 跟這一個產業 也可能扮演類似的角色 對 事實上電動車 他我們剛才關節講 Apple會帶領其他周邊 那特斯拉也會帶領他其他東西 例如電池 例如充電設備等等 物電網 所以這也是值得大家 持續注意的主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看特斯拉 在全美是賣得非常好 而且他以他電動車之資 已經可以擠進全美油車 跟油車一起比 他的銷售量可以排行到 第五名第六名左右 算是賣得非常好 那這是他一項 他銷量是有提升 銷量的提升在於 他幾年前做了一個定價 造成很多他的客戶不爽 就是他大降價 他打扮著出氣 可是這終究 讓他的營運有做好轉 另外一個發現 在二手車的市場 北美二手車 特斯拉Model 3的周轉 是最高的 只要二十幾天就賣掉 就是說我買新車很搶手 我就算買了 我要賣掉 也轉手也方便 在台灣 我們有一些車廠 賣得很好 原因就是他二手轉 轉的速度很快 保持高 所以你看到特斯拉 能夠有今天 銷量那麼好 也是有原因的 另外看一下 這個一張是他的虧損 先看這個自由現金流量 他的自由現金流量 以前特斯拉 曾經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說他會倒閉 因為現金不夠 可是你可以發現 這幾年來 他的現金流量是充足的 而且都是維持 正數持續的成長 特斯拉能夠賺錢 還有一個用處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不在於他賣了很多 還有更大的部分 來自一個碳補貼 碳權的補貼 因為他是電動車 是環保的趨勢 所以這個大家也可以 持續注意 那這一張圖的話 是告訴大家 過去他曾經 他曾經都是虧損的狀態 現在轉虧為銀 已經成為常態了 那今年驅動特斯拉 更進一步 有個動力在哪裡 在於他之前 在這個中國的上海設廠 所以就地生根 可以這樣講嗎 他在中國的這個市場 賣的是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今年以來 他在Model 3 在中國銷量 是一路在創新高 那中國市場賣得好 北美市場又賣得好 就帶動了我們台灣 很多供應率就往上 我幫大家統整以來 整車的啦 幾乎你從從車身引擎 然後再到你這所謂的引擎的車身 然後在這個車身的輪胎等等 一整票都有台灣供應鏈 而且我們都是很很重要的供應鏈的廠商 那供應鏈廠商切入這個所謂的特斯拉 對我打個個岔 特斯拉某種程度 這個我的朋友是其中一個供應鏈之一 他是用特斯拉壓根就是一個有輪子會動的工業電腦來形容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供應鏈從各種零組件到這個半導體 然後到最後他還有輪胎 他是一個有輪子的工業電腦 所以首先就硬體的規格的部分 台灣事實上是有相當完整的供應鏈 因為這些年來台灣的半導體跟台灣的零組件的供應鏈 是非常的健全的 關鍵你看第一項 第一項就是電子跟安全設備 那些都是我們很多高科技的公司 所以他特斯拉的概念股 不是只有一般的傳產 連高科技公司也都在裡面 所以待望了這一票的股票 那我們可以看到早期最先打入特斯拉是誰 是我們的茂年 是我們的核大 你看到早期在2017年2016年 股價是不是先拉出一波大漲了 那這幾年因為他已經是老牌的特斯拉 就比較漲不動 可是呢 如果有新切入特斯拉供應鏈的像我們在節目上講過 這個連加 還有這個以慎KY 這個都是這一兩年才剛打入所謂特斯拉新的供應鏈 你看到今年股價是不是就很多 所以我覺得特斯拉很像我們當初的蘋果 哪一家公司接到了蘋果的訂單 突然打入進去了 股價就大漲 所以是這個狀況 那我們再來給他一下 中國的汽車品牌現在要擔心 現在特斯拉開始搶地盤 所以中國現在是打一個團體戰 我用團體的力量來圍 我們說圍歐特斯拉嗎 那中國的未來汽車 看到特斯拉這樣飆 原本今年還很慘 結果現在也是股價一路狂飆 所以我認為電動車這個閃業 其實是待望 可能是未來 在這個所謂的硬體之後 這個手機之後 我未來可以注意的產業